迷你世界冷知识 迷你世界前两天更新新版本了 那么一定也有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第一个 相信大家都知道野萌宝是会自己打开开关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打开那个开关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还知道有哪些怪物是可以打开开关的吗 没错 就是新更新的沙漠版本里的蝎子 蝎子的用处可就比野萌宝大多了呀 简直全身都是宝呀 蝎子尾巴 蝎子坎 还有它的毒脑 都是一个个的大宝贝 它们不但可以合成洞牌 还可以合成一些武器 不过这些蝎子还是有区别的 总共被分为两种 大蝎子和小蝎子 不过堂堂发现 大蝎子是不会伤害人的 只有小蝎子会伤害人 那么回归正题 蝎子会打开开关这件事 我真的怀疑蝎子和野萌宝 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哈哈 不然这种有开关必开的坐牵态度 也是挑不出第三个了 第二个 众所周知 迷你世界各大boss在自己的领域里都称文称霸 那如果它们同时都出现在沙漠里 那么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一起试试吧 我们用工具模式 把除了沙原领主之外的所有boss 集结在沙漠上 那么会攻击我们吗 答案是不会 当然如果我们在沙漠中和这些boss一起等待沙原领主 到最后被攻击的也只能会是我们 第三个 大家都知道迷你世界更新后出了很多新的武器 那么你们知道分别都有什么吗 首先就是新出的两个盾牌 第一个就是由蝎子壳做成的简易版的动牌 使用动牌后我们可以抵挡 生前70%的伤害 是不是感觉到安全感满满啊 第二个就是简易版的升级版 这个动牌在原本的基础上增加了蝎子的尾巴 这样它不但可以防守 还可以产生对生物的攻击 如果在我们防守状态下被攻击了 那么攻击我们的人便会中毒 简直就是一个能攻能打的好武器啊 接下来的就是沙漠咆哮 它是靠击败山原领主获得的 在击败山原领主后 我们就有机会获得这个沙漠咆哮 它射出的每一个子弹就是一个沙子 被沙子打到的地方会自己形成一个沙子方块 这样我们用它不光可以攻击生物 还能用来防御 你还知道哪些关于新版本的冷知识呢 快在评论区告诉唐唐吧